国道发生死亡车祸 今天凌晨12点多 国道一号南向永筐路段 现场四台车连环追撞 造成两名大人和两名小孩受伤 其中还有一名灵性驾驶 在下车查看车祸的时候 被后方的车辆给撞击 当场喷飞20公尺 伤重不治 而这其意外 一次是驾驶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 才酿货 至于有没有涉及酒驾 还要等待检测结果 感谢观看